汽機車行經鐵路平交道 明明已經聽到警鈴響起 但還是有好幾名騎士 不當一回事 趁著柵欄還沒放下錢 加速闖過去 被後方民眾全程直擊 從影片來看 至少有三台以上機車違規 事後把影片PO網 表明要檢舉 引起網友議論紛紛 事發地點就在台中烏日 雪田路平交道 如果要槍 要槍我四次報警 要發幾點 幾點幾分 要他招牌就知道了 有一個 有一個 上一半列車才剛過不到20秒 又有一板緊站 許多人措手不及 緊急剎車往後退 但還是有騎士不想等 闖越平交道 我們實際回到現場觀察 由於這個平交道 臨近新烏日火車站非常近 所以班次是非常的多 15分鐘內就有5個班次經過 有時候雙邊來的話 等個10分鐘都有 我曾經等過20分鐘 沒有坐那高架的 每天都塞 每天都塞 真的是交通的獨留 當地民眾卻是抱怨連連 因為此處交通量大 路幅又窄 火車密集 用路人為了搶時間 闖越的情形也不少 有7輛的普仲機車行進平交道的時候 有搶快闖越平交道的舉動發生 儲新台幣1萬5000元以上 9萬元以下的罰還 闖平交道 罰還金額可不少 若不小心釀成意外事故 造成的傷害更不容小覷 新喜歡蔡隊員 趙敬林 台中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